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身後就是壽司狼,相信很多朋友都吃過的 其實我自己都吃過五次 每一次等待的時間都不多過三十分鐘 那我就打算不如拍個少少的飲食卓 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我自己壽司狼 喜歡吃什麼,有什麼功能不需要排這麼久 都吃到大家平時排三四個小時都吃不到的壽司狼 不知道大家吃壽司狼是願意排多久 我自己是一個小時 在五次裏面有兩次 我在開店前十分鐘過去就可以第一輪進去 然後有一次就是曾經他電話可以預訂位的時候 我預訂了兩個月之後吃到壽司狼的SLOCK 然後就不需要怎樣等位 然後就是他們臨收店前 大家應該會發現壽司狼很早已經截了 不過他們有一個小秘密 就是大約一小時前收店 他們有些人是拿了票沒來的 所以是可以偷雞 然後後補入 這個就是我的小攻略 然後就好像今天一樣 是有少少特別的 我是用APP那裡看看究竟要排多少 我發現很奇怪 每一間的壽司狼都在排80多 50多甚至100多張票 唯獨是我在黃大仙這間 在排四張桌子 所以我就馬上衝過來這裡 現在應該差不多叫到我們了 我男朋友是拿著一張票 現在才拍壽司狼 會不會太遲呢 我拿票的時間是12點58分 然後進去大約是1點13分 等了20分鐘左右 桌面會有叫食物的平板 調味料和餐具等等 然後芥末要在回轉帶上拿 我自己不太喜歡拿回轉帶上的食物 通常都會在平板選擇自己適合的壽司 除了一些基本款 三文魚、甜蝦帶子之類 壽司狼還會有很多期間限定 所以每幾個月我都總會想吃一次 但是有個麻煩的位置 就是每次只點四碟 就要按一下送出 不然就會有這個畫面 還有它是會限點的 點得太多 它也是會停止你的 而調味料方面 我自己習慣會加三分二普通的醬油 然後再加三分一 稍稠一點甜一點的醬油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配搭 眼闊肚窄二人組 壽司第一輪正式開始 看見我們點的食物都好像偏懶悶 而這位先生他餓了 不等我先吃了 不過壽司狼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他們的飯 看見都是很散 不要緊啦 這些性格比取勝 我不客氣了 這個是安康魚缸軍藍 吃下去粉粉的 以前很喜歡是千兩吃的 很久很久沒有去過了 所以這次我是很開心壽司狼 12月有這個期間限定 馬上點了 然後就是這一碗 看上去都很復復的海膽拉麵 我剛才問我男朋友 他堅持要點這個海膽拉麵 他說不好吃 我想試試什麼味形容給大家聽 他很腥 他搞不定這個服 他是有海膽的腥臭味 沒有甜味沒有鮮味的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喊 我真的不是說了 我不要喊 而這一塊就是 現在12月期間限定的 吞拿魚老天刺身 上次我在辣子那裡 吃吞拿魚老天是天堂 他都滑的 有魚香有油脂 但是他有筋 這裡39元有四件刺身 我覺得有筋都可以原諒的 但是又未至於天堂一般好吃 是有差別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塊 是不是很恐怖 他是超級無敵厚切的 這個加分 但是呢 有一點點聲 就是西郎的炸蝦 他的炸粉不算很厚 然後蝦呢 真的裡面很多肉的 不是那些 整塊麵粉包著裡面 是甜蝦的感覺 而且呢 他真的馬上炸 熱又脆的 然後到我的最愛 就是螢光魷魚 即是軍鰻 其實裡面呢 就是這樣 一隻隻的螢光魷魚 有些人如果同樣都是重口味 喜歡吃腐乳 這些這麼鹹的東西 或者一些醃製的東西 這個是很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是怕腥 然後不喜歡這一類型這麼濃味的話 是會很極端的 還有另一攻略就是 如果大家想吃蟹膏 千萬不要叫有蟹和有膏那一款 因為這一款十二元 已經有一大坨的蟹膏 然後有蟹肉那款要十七元 所以他們的蟹肉是有乾 又不好吃 所以 點這個 然後是男朋友要求點的小雞 他剛剛說是腥腥的 他為什麼今天點的東西 全部都是腥的 他又不是很腥的 不過他不是很好吃的 又是十二月的期間 限定鰻魚肝 他沒有味道 他有一點點嚼口 但是他沒有味道 吃了幾件都有一點點腐味之後 找回一個穩陣一點的選擇 這個碟魚邊 隻燒的 是我每次來壽司狼都一定要點的 嗯 可以保持水準 又滑 又有魚香 然後 入口即溶 但是又有一點點咬口 嗯 這個也是期間限定 油甘魚天生 是一個稀有部位 嗯 我蠻喜歡這個 它有油甘魚的味 但是又滑多 十七元兩件是可以的 這個可以硬 每個人都會用一種壽司去定義 這間壽司店好不好 而我呢 就會用池魚 這個挺好吃的 池魚 池魚OK 它不腥 很滑 然後呢 你會吃到 它也尚算新鮮的 味道是最新鮮的 咬下去是很清爽的 但是呢 它不是梅的 就是 我覺得已經是 好吃了 而且呢 它是十二元已經有兩件了 絕對超值 我很飽了 我還有一二三個 還有一片的刺身 但我已經很飽了 然後這個是大拖羅 我只吃到一整口都有 最後一件壽司就是這個香蔥尺蝦 真的很好吃 其實壽司狼的蝦呢 真的蠻好吃的 嗯 這個是我今天的結論 今天它的樣子不漂亮 平時我吃這個 卡拉達達 卡達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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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好吃的 連我不吃甜品都很喜歡的 我呢 這個真的推介 來到壽司狼一定要吃 我會形容它為 雪糕版的焦糖布甸 真的很好吃 這個 我就吃過五次了 這位先生呢 是跟我吃過一次的 不如我們訪問一下 他再來這裡吃 究竟他的頭三位是甚麼 來的第三位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遲時也蠻好吃的 好 那第二位 所以呢 為什麼我吃東西不叫他 就是這樣 他來到壽司狼吃甚麼 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 想到沒有 沒有 好 好了 講一下我自己的壽司狼 推介 首先就是它的香蔥蝦 或者是天婦羅蝦 是很好吃的 接著就是碟魚 那隻燒碟魚是很好吃的 是油脂味很豐富 然後入口即溶 接著 我覺得拖爐可以點 但是又未至於要推介大家 一定要吃 好吃到翻層味 絲心喜歡吃就是螢光魷魚 但是這個 就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很喜歡的 再來就是這個甜品 一定要點 還有今天這個蝦魚都好吃的 這裡的蝦魚我吃過這麼多次 都基本上是沒試過 令我很失望的 對 現在呢 我們就等著我們的卡達拉拉 的栗子麵 快到了啦 它是栗子蛋糕上面的栗子用味 一模一樣 完全是那種味 然後呢 有點像燒過 有一點點燒焦味 今天這個突如其來 這位先生完全不知道我拿了相機出來拍的壽司龍 不過呢 就來到這裡先了 希望大家都不會介意看我這些 又不專業的食情 接著又吃不到很多東西 然後去拍 一個比較輕鬆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這星期都會有兩部影片 如果是六介到三點 所以又是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最後我們總共吃了十五百碟 即是每人平均吃了九碟 算多還是少 大家在壽司龍通常吃多少碟 好 在山上 數位 好 好 你 讓我找幾個分辨